為什麼就是制裁有效 但是為什麼現在制裁還沒有讓朝鮮經濟完全崩潰 這裡面其中主要就在於 中國對制裁會採取一些措施 包括對煤炭進行部分禁運 那麼我認為這樣的禁運 當然是跟中國經濟的生產過量 和它的經濟的下滑 對煤炭的需求減少了 那麼是有關係的 但是中國確實在對待北朝鮮的制裁上 那麼應該說是睜之眼閉之眼 那麼它沒有真正的到位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西方國家對北朝鮮進行制裁 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那麼加入進去 那麼當然對北朝鮮的經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但是目前來看 中國它會把北朝鮮作為它的棋子 而且把北朝鮮設計成它的戰略 是一個新的陷阱 那麼希望美國不斷的被陷進去 來消耗美國的國力 從此為中國自己的所謂的戰略的機遇期提供機會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說對朝鮮的制裁 還沒有產生決定性的作用的話 那麼當然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 在後面是三行二一 是一種改正的 然後再進去 對方的雲 所以在這個位置 是一種改正的 就是一種改正的